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歡迎我們注視觀眾跟粉絲 朋友掃描 QR Code 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北韓今天 在射多枚巡弋飛彈 朝鮮半島跟南海的軍事衝突 壓力還在拉大 那美國的國防部直接說 準備集中力量對付中國 而外交雜誌 今天也有專門分析 這裡頭講的是 台灣是中國認知作戰的實驗場 而今年年底美國大選 中國能然有可能會戒選 但是美中台這一回合 還大打外交大戰 對賴清德來講 對內對外都是挑戰 立法院這個三國大戰 進入延長賽 柯文哲今天一早 事實上也有表態 央視也表態挺韓國瑜 柯文哲的說法是 民眾黨一定要團進團出 趕跑票的通通都要開除黨籍 好他今天一早甚至宣誓主權 跑到立法院開成會 以後柯文哲搞不好直接當立法院 民眾黨的黨編 好這一回合立法院變成核心戰場的同時 民眾黨的路線跟內部還在鬥爭 那陳志涵嗆聲說柯文哲沒有欠某一些 這一個出來罵人的這一個叛徒 但是柯黨的內鬥大戰事實上也還在分歧 這背後會有哪一些衝擊跟影響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聊 好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范士平老師 您官好大家好 再來是陳敏鳳 大家好 再來是彭校大哥 大家好 再來是吳俊彥 大家好 再來是吳坤裕 大家好 再來是吳靜宜 大家好 好我剛剛講 這個柯文哲今天一早開了立法院的成會 他說民眾黨一定要團進團出 然後央視直接表態挺韓國瑜 所以柯文哲要不要挺韓國瑜呢 好方老師 剛剛看到這個央視黨媒已經下好指導旗了 選戰過後再打延長賽 那九二共識現在殺到立法院 而且韓國瑜要當院長了 院長就喊九二共識 李鴻又回來了 這一次讓韓國瑜紅了 四年期是讓王金平黑了 四年期黃金平要去參加海峽論壇 李鴻說王金平是來要飯的 所以黃金平後來又沒去了 那這一次我們看到就是中國的央視 大啦啦的幫韓國瑜拉票 明目張膽的拉票 我們知道央視的海峽兩岸這個節目啊 是有指標性的 這個節目所有的slogan 所有的內容都必須要經過兩個單位的同意 一個就是國台辦一個就是中共中央宣傳部 所以這絕對是有計畫的 有預謀的一個節目的安排 那大家會說啊 你這樣子不是幫這個韓國瑜變成他戴了紅帽子嗎 但是我們知道如果這個是講的 如果是在一月十張號 央視是針對說這個侯友宜 他是絕不親美仇中的話 對侯友宜是扣分 因為民眾會覺得你就是中國同路人 可是為什麼中國這時候幫韓國瑜這樣子戴紅帽子 而中國不怕呢 因為選民沒有投票 而是立委投票 所以中國的目的很簡單 就是讓國民黨的52票 一票都不能少 另外你看到這次不只是央視 連中平社在22號也提到 他說要怎麼樣讓韓國瑜當選呢 就是要破綠白河 這是針對誰 這針對是民眾黨的巴西 所以看起來央視是要鞏固國民黨 而中平社是要避免綠白河 就警告的是柯文哲 因為我們知道柯文哲也談到兩岸一家親 柯文哲在選後也有可能到對外去 所以這個兩點是可以這是敲三正虎 那我們剛剛談到 因為國民黨現在據了解 可能有兩席是搖擺的 另外國民黨裡面有一些人 對韓國瑜翅膀是不支持的 甚至不認同的 所以我覺得中國就是要讓國民黨裡面的立委 搞清楚 我中國已經站對邊選作隊 就是支持韓國瑜 另外特別是國民黨有一些立委 他們在中國還有資產還有投資 所以看起來就是中國就是要保韓國瑜 很清楚了 好那接下來就看國民黨怎麼樣投票結果 另外我覺得中國很清楚 韓國瑜的政治立場是跟中國最接近的 他承認九二共識 而且大家不要忘記 他前上禮拜還提到 所謂的是在中華民國憲法上的九二共識 很奇怪啊 你選立法院這個院長跟這個九二共識什麼關係 我認為他在鋪陳一條 就是未來他當選的立法院院長之後 他要進行的是對岸之間的交流 包含到香港的立法會 香港有立法會 還有澳門的立法會 可以跟他們做交流 但我們知道 在二零一九年三月 他當時還是高雄市長的時候 他曾經到了香港的中聯辦 就是中國的中央政府駐香港辦公室 跟當時的中聯辦主任王志明見面 他是台灣空前 也是後來絕後的唯一的地方縣市首長 進入到中聯辦去 有指標意義 後來要到澳門去 也去做中聯辦 所以未來我認為中國 未來要達到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香港澳門是一國兩制嘛 未來習近平2019年1月2號 已經提到了九二共識 就是一國兩制 因此台灣如果要走一國兩制的後塵 就是要跟港澳同樣的模式 另外他也可能到中國去訪問喔 那到中國誰接待他 有可能是全國人大委員長趙樂際 趙樂際他是目前中國 七個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三 僅次於習近平 還有僅次於李強總理 所以他的位階非常的高 那因為對中國來講全國人大 雖然我們認為是個橡皮圖章 他沒有真正的實選 但他也是中國所謂的立法機構 另外就是全國政協的主席王滬寧 王滬寧在七個政治局常委 常委裡面排名第四名 那因為王滬寧呢 全國政協 他基本上也是一個統戰單位 但是呢統戰最主要的對象就是台港澳 所以王滬寧又身兼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的副組長 組長是習近平 所以如果到時候 他這個韓國瑜去了香港澳門立法會之後 再前往北京跟趙樂際跟王滬寧見面 那整個韓國瑜地位就水上船高了 所以韓國瑜對中國有什麼認為韓國瑜重要 因為他如果是立法院長 當然中國不可能稱為叫立法院 他叫台灣立法機構負責人 等於說他代表的是台灣的最高的主流民意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他有非常高的指標性 所以為什麼這個韓國瑜會講到 他要支持九二共識 而對岸今天也講了 韓國瑜承認九二共識 絕不親美絕不仇中 而且他在大師大非問題上 跟中國是站在一起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為什麼會在投票前 做這樣的一個宣示 公然的宣示 就是告訴國民黨一票都不能少 另外也警告民眾黨 你們不要跟民進黨過過敵 好那我現在跟你算一個算盤 韓國瑜在立法院喊九二共識 然後這個央視跟著呼應 那柯文哲挺韓國瑜嗎 柯文哲挺九二共識嗎 那支持柯文哲就是支持韓國瑜 就是支持九二共識 就是支持一國兩制嗎 對沒有錯 這九二共識過去只是兩岸 或者應該說只是國民黨跟共產黨的一個共識 雖然國民黨說九二共識是一中各表 中國從來不跟你講各表 那他只講一中 那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想不到現在九二共識這個靈魂 這個竟然跑到了立法院 好那今天很簡單 那今天如果你柯文哲你是挺韓國瑜的話 據了媒體有說柯文哲挺韓國瑜喔 可是因為昨天陳志才說沒有這件事情 所以韓國瑜到最後會不會你的八票要團進團出 如果你投給的是韓國瑜 那很簡單到時候看投票結果就知道了 算都算得出來 反正國民黨就52票嘛 這樣兩個不分區 如果票有多的話 那不可能是民進黨投的 就是民眾黨 那表示你就是小藍 那表示你民眾黨你也承認九二共識 你也就是九二共識 雖然柯文哲到目前為止只談到兩岸一家親 他不承認九二共識 而且在兩岸問題上閃閃躲躲 但是我覺得中國現在就是要柯文哲用行動 表達你對九二共識的支持 這個投票結果就是非常清楚的 問題是這八票會不會完全聽柯文哲的意見 今天柯文哲把所有前兩天 大家如果他邊垂話 完全他主導了整個立法院 你看今天黃珊珊在旁邊 永遠緊貼的柯文哲 那柯文哲把主場優勢拉回來 因為大家都認為說選完之後 還要從整個民眾黨的中央黨部 已經沒有人了 整個的整個媒體都把焦點放在民眾黨的立院 代表是養黃黃國昌跟黃珊珊 可是你今天看到柯文哲掌握了主場 發財彩通 我今天來立法院 我要主導整個民眾黨的黨團 而且他向黨邊啊 早上開晨會 以後就天天去立法院上班當黨邊啊 然後黃國昌站第二排 連第一排都站不到 黃國昌今天講了什麼話 柯文哲叫你講話你才講話 然後眼睛他一直眼睛一直不看記者 他可能覺得記者問的問題太幼稚 以他這種對不對啊 這個博士級的他覺得他可能覺得這個問題很無聊 可是看起來就是柯文還沒有 從來沒有看過黃國昌這麼的溫良恭敬這樣 所以我覺得很多人說哎呀柯文哲被邊吹話了 柯文哲現在只會在大家臉書上大家多穿點衣服啊 怕不要感冒啊 可是我覺得他今天的起手勢是非常成功 那看起來雙簧也都被柯文哲所牢牢掌控 他現在說是黨黨主席之外 他儼然就是未來民眾黨的黨邊 而接下來的整個的黨主席 這個院長的投票 柯文哲他到底是不是能夠見極履極 他說投誰就投誰就要看投票的結果 好彭向大哥怎麼看 選戰果然打到延長賽 那打到立法院的這個龍頭大戰 那韓國瑜這個龍頭大戰不容易啊 跟選總統一樣喔 通關滅雨九二共識要先喊 是啊 這個我們知道第一場的主場的賽 中國已經輸了 但是呢 他不服輸啊 他就用他的這個 認知戰 然後來說出一套 現在的賴清德是少數總統 不但是在得票只有40% 而且在立法院他也是少數 叫雙少數 換之就說按照中國的說法 就說非藍 非綠即藍 非毒即統 換之有60%的台灣民意 並不支持賴清德 那麼 這個60%的台灣民意 如何來體現呢 OK 台灣最大的民意機構 就立法院 所以說把立法院拿下來 至少代表說中國沒輸嘛 對不對 他掌握了60%的台灣民意 台灣民意還是九二共識之下的一個中國 OK 所以剛剛民官講的 九二共識成為一個通關密 不管你是要選中華民國總統的 要選台灣地區領導人的 乃至於現在說你要選個立法院長的 你都要先說出九二共識 這樣一個通關密語 當然這一方面 表現出國民黨的這些老藍藍 這些政客們 多麼的卑微啊 多麼的不要臉啊 你就這樣公然的 在這個中國面前稱臣 這誰喊 所以說這會是柯文哲的風格嗎 那麼現在問題 不管是怎麼樣 關鍵就在於 中華民國的立法院 今後是台灣的立法院 還是中國的立法院 說穿的就是這個樣子 欸等等我們捧下大哥 韓國瑜要表態到這裡也OK 他至少也沒騙 因為習近平說九二共識就是 一個中國下的台灣方案 一國兩制嘛 對啊 OK啊 那習近平講清楚了 那韓國瑜說YES啊 我現在要問柯文哲 你到底YES或NO 所以現在就是柯 柯文哲的這個 深思時間 內心在交戰的時刻 他不是天人交戰 而是什麼 而是權謀的交戰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知道 如果柯文哲 在這一局裡面一開頭 他就像中國軟化的 那他跟國民黨有什麼不同 對不對 很容易嘛 國民黨五十二席啊 老共一聲令一下 九二共識 你們通通都 少息入獵了 那你八十一席的啊 你更不用講什麼 但是你想想看 如果你第一步 你就退讓了 那你就沒有價值 你有什麼價值 對不對 太容易了嘛 我告訴你 不管是在商業上也好 在政治上也好 姿態越高的 越難去奢的 這樣的人 這個關鍵的釘子戶 這才是價碼最高的嘛 對不對 如果你一開始 你就很好溝通 很好協調 那你就是一般的嘛 所以我不認為柯文哲 會這麼容易的就低頭 這麼容易就那 第二個問題是 如果今天立法院長是韓國瑜的話 柯文哲扮演什麼角色 黨鞭啊 今天早上開晨會了 沒錯 以後民眾黨每天早上甲級動員 那這個黨鞭是聽哪個的 對不對 別人說韓國瑜是立法院的 當然主角 這個對柯文哲來講 這樣孰可忍孰不可忍 柯文哲就當韓國瑜的小黨鞭 柯粉就當小韓粉 大家安身立命都找到好出路 柯文哲就是當韓國瑜的鞭炮手 放空炮嘛 就韓國瑜講的嘛 你就打這個空包彈嘛 對不對 但是我認為以柯文哲 一貫以來的作風 跟他的人格特質 他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結果 尤其是他還希望說在立法院 能夠成為一個他另外一個 這個政治舞台的時候 他更不要這樣子嘛 我幹嘛要找一個 能夠遮蓋我光芒的 不要忘記啊 四年前本來柯文哲的光芒試射啊 但是柯文哲第一次光芒被誰遮掉 就是韓國瑜遮掉嘛 啊如今四年以後啊 我好不容易站起來了啊 然後又把光環讓給你 你想想看 157的柯文哲會做出這麼愚昧的決定嗎 第二個問題 民眾黨未來的發展 柯文哲也要想 如果他今天一開始就順著中國的意思 那當初對不對 藍白河不就成了嗎 何必還在那邊鬧了半天啊 沒有那當初藍白河跟這一局也一樣 當初是侯科配 現在是韓科局 韓科體制 不是科韓體制 是韓當老大 科當小弟 所以說當初他接受不了侯科配 如今更接受不了 韓科體制 對不對 所以這是很自然的一個套路 那那他還有另外一局 就是賴科體制 當然他也不會這麼容易的 就接受所謂賴科體制 他當然是希望說 能夠在兩者之中 保持他的超然性 既能夠超越所謂藍綠 第二個又能走出第三條路來 好昆綠怎麼觀察今天這一局 我覺得這個事情其實真的值得好好的研究一下 就跟我們說那個有過情報工作經驗都會覺得這個事情是有蹊蹺 第一個先把中共的心態會這樣子放韓國瑜的這個事情的心態先搞清楚 我們其實在說柯文哲從還沒有從選後創傷走出來對不對 還在什麼否定期 不過他現在應該慢慢從否定期已經走出來了 那那否定期後面是憤怒期 憤怒期後面是是這個bargain 是是那個討價還價期 好 那麼中國從這個選後了這個創傷期走出來的速度 顯然比柯文哲快 他現在在做了這個事情 他其實已經 他第一個否定期 我沒有輸 賴清德是少數民意 這是否定期 中國真的沒有輸啊 第二個他找到一個理由嘛 那權利這種東西你得到就得到 你沒得到就是沒得到啊 你自己掰就掰 第二個就憤怒期 憤怒期落入馬上給你斷交 我一定要給你弄一下 憤怒期完了以後 他現在在bargain bargain看我們會討回來什麼一點東西 當然是他清理的很快啊 親美的拿到總統府 親中的立刻含九二共識 要拿立法院院長 他現在他現在在做的事情就是這個 他現在就是在跟美國跟其他人討價還價 你們想不想打仗 不想打仗啊 那起碼立法院讓我贏一下吧 如果你立法院不讓我贏的話 那我就我就回去了 那接下來這樣他就進入第四期 第四期叫沮喪期 我這麼兩個都輸 所以他不能讓這一局輸 他這一局在bargain 那bargain中間中國這個很多的操作 或他們的這些官僚系統 那如果對臺的官僚系統 他那個是真的就是官僚 什麼叫官僚 他就是得寸進尺 那也就是說二零一九年 他看到國民黨贏了 他為什麼你急著在年初 那馬上發表一個告臺灣東包書 什麼九二共識等於一國兩制 結果把事情給砸鍋了 為什麼那麼擠 得寸進尺 他這回也是 他覺得這一局國民黨會贏 那我要叫在這一局裡面 韓國瑜又講了九二共識 這可能中間有串過 而且講了九二共識 我馬上要在這個上面 我要再加緊一步 固化這一條 在我這邊展示我的功勞 那第一個 我告訴所有 想要來我中國 跟我中國打交道的 所有的藍軍的立委也好 白的立委也好 好九二共識挺韓國瑜 聽到了沒有 指令下達 你們這些大黨編小黨編 都沒有我這個深攻的 那個那個那個什麼 北京的黨編最大 對北京的黨編最大 大大黨編對不對 內務府李凡月下指令了 好啊你們就給我乖乖聽話 他現在第二個作用是什麼東西 他其實藍的他比較不擔心 藍的基本上已經整合 他這個指令其實下給誰 下給白啊 下給柯啊 我挺韓國瑜了 我表態了 你們這八票要怎麼辦 你自己看著辦 那我現在跟你算數學啊 柯文哲是要接受韓科體制還是賴科聯合政府 那個我這樣子講 柯文哲真正要擔心的不是這件事 他不是誰跟誰合 因為剛才彭孝哥還有范老師都都都都講過嘛 他的差別在什麼地方 這個指令如果下載選前 國民黨全死 你看一個馬英九就把國民黨的整個陣腳全部打亂 然後可是他下載什麼呢 這是間接選舉 這是有限人數的選舉 所以我可以把這些人摳起來 那摳起來以後 然後現在就把你柯叫回來 好柯文哲現在的問題來了 那他要面對的不是賴跟跟這個誰跟韓 那他面對的問題是說 他的小草百分之七八十的小草 他其實是所謂的什麼 所謂的天然台 我一直在講 他不見得要獨 不見得要支持臺灣獨立 但是他們很care一件事情說 你去給我搞一國兩制 給我給我搞搞這個九二共識 就翻了 那要不然他不會對於馬英九 或是這些人的這些這些言論 有那麼大的反彈 他不是統派啦 那柯文哲如果今天做出 在央視做了這個解 不做這個東西還好 那他還可以有什麼操弄空間 政治操作 他有他的自主性 可是央視一發了這個事情以後 好所有的解釋就是說 那你柯文哲就是聽央視指令的 那他那三百多萬票 搞不好要掉一百五十萬 那這個才是他最大的問題 那所以他即便第一回合的立法院長選舉 團進團出挺自己提名人選 然後第二輪全部的撤退 可是撤退也是變相互送韓國瑜 對 撤退等於變相支持九二共識 對所以他那個動作已經變成很不重要 你只要是你民眾黨所有這個團進團出的動作 讓人家覺得是你在保送韓國瑜或支持韓國瑜 對不起 那小草都反彈就 你覺得民進黨不會操作這件事 那你就變成一國兩制的側翼了嘛 對 一國兩制的主力部隊是韓導韓院長 以後看到韓要立正站好 因為柯文哲頂多是個不具身分的黨邊 他沒有立法院黨職身分啊 對不對 然後呢 你這個小黨邊 你在護送九二共識的體制下的韓國瑜韓院長 我這樣子講好了 央視這一條出來之前 他去支持韓國瑜 頂多被罵是小蘭 出來以後他就叫小洪 他洗不掉了 那這會變成變成一個一個所謂鄉民 大概都會有這樣的直覺性的認知 那是很可怕的一個狀況 他洗不乾淨這件事情 那所以我說央視這件事 這回恐怕是幫了一個倒忙 等等你覺得是倒忙 還是央視也要跟你算帳 他也是啊 抖音的演算法 到底給了你多少資源 讓你hold住這些小草 hold完之後就是要上繳習近平的啊 不然你以為小草是你柯文哲的嗎 對他現在問題就出來了 問題就出來了 陽視是老大啊 抖音是側翼啊 然後當然老公那邊會這樣子想啊 可是柯P這邊不會這樣子想呢 我們看我們講了多久了 柯P那個無情無義 選完洗地 他不認為這樣子 他認為小草是他的 那所以他覺得 而且站在實際利益上面 他要去顧他的那個本盤 跟老公打過交道的人 大家都很清楚 如果你什麼都不是 你在老公眼裡面 你就一點分量都沒有 你連想要去賣香菸都沒有位置 然後所以這個是很現實的問題 所以柯P的第一要務 他就是要顧住他的小草 那這個時候 你怎麼可能有韓科體制呢 韓科體制 你護送韓國瑜變相保送韓國瑜 也是韓科體制啊 是啊就變韓蔻嘛 你敢嗎 你這樣子的話 會把自己的本盤丟掉 你看他到藍白盒之後 為什麼不得不翻 因為那樣子把本盤丟了 他以後就什麼東西都沒有了 他去當什麼總召啊 當什麼黨團主任啊 當什麼黨編啊 沒有 他有沒有團進團出最後團滅 那他怕了 他要避免的是這個 這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事情 那怎麼避免團滅 那避免團滅很難啊 因為泡沫永遠會破 所有股票都知道 泡沫永遠會破 那你只是不知道他什麼時候破 人家要補助款賺得夠了 對他只要延後破 所以以股票操作的經驗來講 他已經落袋為安 不少億了 剩下的小草當韭菜賣無所謂 對對對對對 這是這是另外一種思考 可是這個黨還是要維持住 那要不然他就沒有下一次了 至少他沒有下一次 也許他落袋為安 但是其他人還要靠這個黨過活 所以其他人會駕著他走 這個這個事情我覺得 柯文哲他會有一個 猶豫期 然後所以但是他這個猶豫期 他的操作也很奇怪 他今天出來黨團會議以後 那跟大家講說 我們八票都坐在這裡 跟評審委員一樣 而且你在看這個鏡頭 你在看這個鏡頭 他這個黨團會議的 今天成會開完八個一字 這一個排開 然後黃國昌最後從樓梯階梯下面下來 那黃國昌就不站到第一排 他就站到這個側一排後一排 但是鏡頭下看到的人頭 就是柯文哲那黃珊珊 右邊應該是林國昌嘛對不對 然後後面就是黃國昌嘛 人家就是跟你講 柯文哲今天就是大黨邊 然後呢反正他剛好這個 將來也沒有黨公職的這個直接工作 所以以後他就當立法院的大黨邊 而且他們八個要夾急動員比較容易 所以以後呢那個國民黨的 在那邊睡大頭覺缺席的 然後民進黨的在抱怨說 花東中南部在北部夾動很累的 你們以後看清楚 以後人家八個就是套炸的 把你坐著然後夾急動員來開戰 那我現在已經看到了 柯文哲以後我都可以想像的到 他就每天早上黨務會議開開的出來 來烤肉架出來 柯文哲在展示他的控制力 但是他現在又再擺一次譜 我覺得這個擺譜還是會失敗 但是他我覺得他有聞到味道 那什麼他跟他當初提出來 四個什麼什麼四項原則 改革方案一樣 現在發現沒有人理他 現在就列出來 你們各個黨要選院長來跟我們報告 我們評審委員 你們來提案 來告訴我說你們想要做什麼事情 如果兩個黨還是不理他的 那請問一下你要怎麼辦 你要脫面自乾嗎 那後來如果在這種情況 可能第二輪直接棄權 但是能然算是變相的互送韓國瑜 我這樣子講好了 那韓國瑜比較有可能 大家都互相善意釋放 然後那個大黨邊 大大大黨邊 理凡院也鬆口了 那所以有可能他們會去 禮貌性給他一個台階下 然後去把那個八票換回來 這樣子要把的話 如果都沒有 連這個動作都沒有 韓國瑜他們連這個動作都沒有 然後柯文哲最後這八票還是去挺韓國瑜 或是你剛才講說我投自己啊 要不然我撤租啊 保送韓國瑜啊 如果造成這樣子的狀況的時候 我看後面那民眾黨會很難看 好我問一下俊彥 民進黨跟年輕世代 現在怎麼看民眾黨這八席 其實我覺得四十歲以下年輕人 其實柯黑跟柯粉 這是非常極端的兩個兩個狀況 就是說比較少就是這麼 又這麼愛的有一群 然後又這麼恨的有一群 我認為那個主要當然就是說 你有愛過才會恨啊 因為被被判掉 那現在這個 我認為大家也都是在看 就是說國會的這個巴西立委 到底要做出什麼樣的一個決定 其實在選前的時候 在藍白河之前 我們其實有在討論就是說 當然藍白河我們知道 對符合老共的利益 因為他們合起來 這個保守力量 以及這個想要去推動臺灣 跟中國在政經合併的 這樣子的一個力量 能夠透過這種反建制的力量 結合起來 然後下架民進黨 然後去完成他們一些少數人心中的 這個祖國統一的大業 那但是呢 我們那時候在討論就是說 那如果假設藍白河破局之後 柯文哲在統戰系統裡面的這個角色是什麼 那我們那時候在談的是說 畢竟國民黨他第一 他跟中共 他還是一個長期有默契 的這樣子的一個配合 那即便柯文哲在選前的時候 做了很多的通關密碼的表態 包含比方說像兩岸一家親 或者是他也提到說先政治 現在可能沒有辦法談 那我們先來談經濟服貌貨貌他要做 但他其實也沒有否認說 未來不排除會去做政治談判 也就是說柯文哲其實 在在經營這個民眾黨的 這個過程當中 已經把他的論述修正 跟國民黨基本上是區域一致的 那統戰系統呢 也不會只是單單一個主流系統 去壓保國民黨而已 雖然國民黨他目前還是一個 相對好用的一個角色 為什麼 因為他扮演一個代理人 他可以把國共兩黨的內戰歷史 直接上綱到國家憲法層次 這也是侯友宜或者是韓國瑜 現在在喊說這個憲法下的 這個九二共識 基本上就是要為後續的 一國兩制的推動去做一個鋪陳 好了現在台灣人民的民意最高 殿堂國會 這個是一個這個就是民意最高殿堂 那韓國瑜他也都在把這個話 都已經講得這麼清楚了 那我們講了就是說你只有幾條路 一你直接大大方方民眾黨巴西 你大方支持韓國瑜當立法院長 二你實際上還在談這個國會改革 但是國會改革很很重要 我知道啊 那國家門面不重要嗎 國家路線不重要嗎 那你要不要放水 讓韓國瑜去當這個國家門面 然後去走九二公司的路線 或三這個起義來歸 這個民進黨的態度很明白 我認為年輕人也都在看就是說 確實在選前有一個反建制的一個聲音 一個力量期待改變 但當韓國瑜今天真正的成為立法院長 前面我們提出了很多的預警 因為我們知道政治的發展 我們瞭解這些狀況 所以我們知道說韓國瑜他有機會去當上立法院長 而且這個關鍵就在你柯文哲領導下的民眾黨八席 你團進團出做出來的決定會是什麼 我認為這個也是柯文哲他必須要去 他現在當然是非常就是非常的 必須小心的去做這樣子一個決定 因為這會關係到小草會不會直接 這個全部都跑光光 我認為這是柯文哲他接下來面對的問題 這個明鳳所以柯文哲今天要宣示主權 而且要說團進團出 意思就是說他貫徹他個人意志 然後敢跑票的話他就敢開出黨籍 對啊他就展示他的權威嘛 那你也可以顯示未來的黨團主任就是不重要了 他可能就是也是以用黨主席的方式親自去管 那你團進團出呢的話當然就是說 你是不是政府院長都同樣投給一黨 如果你投不同黨的話那就世界大亂了 那如果你央視這個是一個訊號的話 然後加上韓國瑜有回應這個所謂 這個黃國昌的四點的話 那你這個團進團出就八成是要投給這個韓國瑜了 否則後來那你怎麼去交代這個所謂 九二共識他就可以到時候說是韓國瑜有回應他的國會改革 不是因為九二共識可是問題是這個東西連接到他選舉中間 很多這個所謂的紅色人物出現的一個情景的話 我覺得我覺得柯文哲的高明是在於 他明明是中共最支持的人 包括那個抖音的演算法 都是他是最支持的人 在大陸看都沒有看到好遠這麼多 但是他可以搞得很模糊 然後不像韓國瑜那麼傻 然後就直接講出九二共識或是怎麼樣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他我覺得這一出 但是他搞得模糊所以他也沒有科猴配 老共的統戰單位也不是笨蛋 你呼嚨我我也呼嚨你 但是你說實在你沒有科猴配 那你這一局要不要還 這樣局一樣啊還了就變成韓科體制啊 以後科粉就變小韓粉啊 以後科就當韓的小弟啊 也不一定就叫韓科體制 但是就是說我這一局我還你 韓東院長他當小黨黨編還不叫韓科啊 那你未來有很多議題還是可以合作 我覺得他還是可以保持一個片小草的模糊戰爭 我不覺得 然後呢可以觀察可以觀察 然後所以說你這一團如果說大陸這個東西 是一個暗示的話 你藍白配沒有配起來 那你這一局你就要還一個 還一個一個一個東西來嘛 那否則大家江湖道義不守 那以後就完蛋了嘛 那所以說我覺得說如果你這樣子這個 除非你是搞亂 我院長投給這個有喜坤副院長 我絕對不投蔡其成 或者投給江啟成 那你就搞一個國民一個院長 是國民黨的副院長是民進黨 那是世界大亂的那也可以啦 不會世界大亂 民進黨可能就會說來這個民眾黨也有很多 青年才俊 我們聯合政府也可以給他們幾個 這一個重用 看你換多少 那你現在是說 你開的條例是說去黨團拜訪 那你不是說你柯主席要在黨團作證 然後每天就進黨團 誰進來抄共 誰進來摩拜 我就來投給你嗎 所以我認為立法院以後就是延長賽啊 而且是這三個人延長賽 那賴清德有沒有下一屆 其實立法院是核心戰場之一 然後韓國瑜一樣 韓國瑜先一統立法院江山 將來可能統那個國民黨江山 然後柯文哲也一樣 柯文哲有沒有政治前途政治未來 立法院的戰場他也不能丟 所以韓柯跟賴三個人實質的延長賽的 立法院的這一場戰局跟戰場 事實上就每個議題都會開打 對 但是延長賽 但是也是2028的前哨戰 是啊 前哨戰啊 就是說你現在盧秀燕看起來是共主 但是韓國瑜如果在 盧秀燕不是共主嘛 今天我畫面都沒給盧秀燕了 不然盧秀燕每天早上也去開黨編會議啊 然後烤肉架也拿出來回應 但是你韓國瑜的表現很容易走鐘啊 那他雖然跟柯文哲是同類型的 但是柯文哲還不至於用膝蓋走路啊 那但是在兩股力量河流之後 那你就是變成你未來你要怎麼弄呢 如果你不配起來的話 你還是沒有辦法戰勝賴清德嗎 所以說如果你藉這一局的合作 鋪陳後面的梗的話 藍白河的這個總統的題目的話 那未來可能藍白河佔 我從小是做股票長大的 我今天為什麼剪這個畫面給觀眾朋友看 做股票都不是看過去 是看未來 像侯友宜就是結束了沒有政治未來 像朱立倫也是沒有未來 那盧秀燕的條件比較不容易有未來 可是我如果是統戰單位 我如果是王滬寧 韓國瑜對我而言還是重要的一顆棋子 柯文哲對我而言有點像 投資新創生技公司或者疫苗公司 運氣好可以發大財 那也許有成長空間 但是反正他的小草會長多大也不知道 就跟養小孩一樣 你也可能養出一個不孝子 所以繼續養著 所以有未來的是這三個 可是這三個實質在立法院的戰場 每一個議題都是自己的政治本 沒有錯但是台灣的民意是不可能接受 所謂很明白表示我是親中的人 人家韓國瑜就親給你看 但是你不接受人家韓國瑜 覺得很親很OK 所以你看侯友宜還是這樣子搖擺 但是你韓國瑜如果你是這樣的表現 你最多還是保持原來五百五十多萬票而已 如果你沒有加上柯文哲沒有 你還是單獨選的話 你就是今年的場面繼續重演而已 你不會贏得勝利 但是你也是第二名 你也不會掉到第三名 所以我覺得這種 我懷疑我還對台灣民意還是有信心的 如果你這樣明顯的親中在國會大演 什麼親美什麼和美什麼親中的路線的話 我覺得他根本沒有票房的這個延續下去 所以我就要看你立法院長是怎麼表示 好我們稍後回來